继续妙街夜纷纷系列 我们当然不是去妙街夜市啦 将现成东西拆开的包装就拿出来卖 出去吃饭,当然是吃些自己煮不到的菜籍 例如尼泊尔菜、印度菜、意大利菜 不用美食广场的,一间餐厅就很贵了 想知道得不值得,就快点订阅PT食慧先 跟我们一起找食啦 大家好,我是泰妮 为什么去妙街? 因为要去附近的C-Chu Center看镜子 镜子不是看Mirror,是看荒唐镜子 难得香港有个这么大型的本地原创音乐剧 见到他那个转转转舞台 令我想起在英国看《孤星》里一点都不输涉 观众群都比平时年轻很多 希望大藏王可以长做长有啦 其实他们还素了上一届的舞台剧奖 本来那些什么奖物奖没什么人理的 是剧迷《维来自嗨》而已 谁知近期上了新闻 原来有些人不在乎那剧好不好看 只是在乎你说的东西有没有踩中他的 不是善,不讲得善的 只是有没有踩中他的尾 其实再说下去我们的台都要折卖 所以吹完水就回去做正经事 本频道的正经事,即是吃饭 餐厅是位于货真、价实的廟街 就是佐敦站或者阿士丁站走过来 只是5分钟而已 叫做小酒窩餐厅 因为看连灯有个讨论佐敦美食的post 都有几个留言来推荐这间餐厅 这次终于找到机会顺路来试一下 里面装修和香港很多中东菜餐厅都有一点类似 是小小老土的典牙 纷纷暗暗,有桌布、桌墊 连张椅都凹了红色桃 不过就以背贴以背放得有点密 每台都放了几块脆饼做前菜 我觉得是用来测试你适不适合吃中东菜 因为这一碟Chutney有阵清新的薄荷味 就不是个个合适的 如果不喜欢就点少一点 Jank Menu满布岁月痕迹 有白酒、红酒、啤酒、Cocktail 那我们都是喝点无酒精饮品 有Smoothie和Lassie Lassie是什么呢? 你当它是比较多乳酪的沙冰吧 还有其他有些食物 例如Divine Jempo 那些都很特别 我叫了这杯是芒果Lassie 而这杯Divine Jempo是用餐厅名称的 应该是招牌菜挂 其实它都是芒果味为主 不过额外加了蓝莓 那些一点点不是Ories 是蓝莓碎 打头阵是厨师特别沙律 145元 可以加35元加鸡肉 或者48元加牛肉 我们这一碟没有加东西的 就是有红椒、黄椒、牛油果 还有很多蔬菜 全部都是新鲜爽脆的 酱汁就是Honey Mustard 甜甜的 我们经常吃邪恶美食 很少吃沙律这些这么清新的食物 因为要打好底子 之后就来了 疯狂吃肉 这一碟Gwips烧猪辣骨是半份的 178元 全份只是278元 好色啦 我们只有两个人 原来它都有沙律做配菜 不过就简单一点 不会有牛油果那些贵的 怎么那么软的呢 那么软的呢 对啊 对啊 不用切过化开 对啊 即是好像软的 我们家里的煮 是的 这件猪压骨 就这样用叉和匙羹 已经足够把它解开了 因为它是煮得化了 看它的外表烤到有坏纹 还以为会过火 而味道方面 都是类似那些烧烤酱调味 不算超有特色的 但是是煮得好吃的 之后叫了尼泊尔饺剪MOMO 89元一共有10只 之前在屯門的Jab 吃过一个炸MOMO 是Localized的版本 那个酱没有落到薄荷的 而这里有薄荷味之余 辣度都会再厉一些 MOMO的皮不是走柔软路线的 你不要想着是来吃小笼包 它是挺身的 但是又没有蒸到硬的 而且都算偏薄 里面的馅就是免治鸡肉 其实跟香港人吃开的饺子 好像差不多 但是精华所在就是那个酱 非常惹味 直接想买回去 怎样烧买呀 怎样小笼包也好 吃完一碟又一碟了 有一次都说过了 有意大利菜的嘛 我们叫了招牌的四龟薄饼 面头那些不是水牛芝士来的 是酸忌廉 但是它上面淋了鸡酱 真是鼓励不到 蘸蝦饼呀蘸鸡肉就试得多 连泰国人都想不到可以这样配 吃起来有多特别的 有薯仔和番茄 芝士咸味 它的材料很丰富 来呀来呀来呀 拉絲拉絲拉絲 去啦 芝士拉絲效果不少得 反转泰国饼底 才不像那些印度薄饼呀 它吃起来是硬身一点的 不论外形和口感 都不会是正宗的意大利薄饼 这一件完全是fusion的作品来的 如果你追求正宗 见到披萨的菠萝会生气的话 千万不要来呀 不要再留言说我们大食啦 我们是为了拍片丰富一点 才叫这么多而已 最后都要打包走 吃不完呀 夹啊夹下去啊 不要吹啦 哇啊很脆啊 很脆啊 哈哈哈 不要被他走 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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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丰富 餐厅整体呢 都是挺好吃的 虽然价钱就不算便宜 我们6点钟入座 见有很多吉台以为生意不一样啦 原来7点就坐满了要等位啦 所以如果黄金时间上来的话呢 最好先在网上订位 看 最后给大家看完原则的 menu啦 因为他有很多菜式呢 其实都挺特别的 沙律这里呢 我们是叫了打殼的厨师 特别沙律 我们要了半午饭是178元的 印度食物怎么可以没有 Tandori Chicken呢 全国欧洲都有得吃的kebab 还有意粉和意大利饭 我见有本地的法国人家庭来吃呢 是叫意粉的 那香港人来吃呢 就未必会吃西餐啦 加齐有圈团的那些呢 是特别推介来的 好像这个四季薄餅 就我们叫了那个啦 之后就有一些真正的印度食物啦 牛油鸡呀 马沙拉鸡呀 咖喱牛腩呀 烤饼呀 烤饼等等 各式其式任君选择 今次介绍来到这里啦 我们下条片再见啦 拜拜 anissan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